这个学渣男孩写了班主任许多坏话 还在全班之下念了出来 朱老师非常严厉 他总逼着我被作文悬 可是就算我背下来一改经文 我还是不会写作文 每个人都咧嘴大笑 可谁知道 学渣黄沫一直都很胆小 根本不会自己写作文 老师以为他在质疑自己的教学方式 黄沫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接着读作文 老师很生气 把他的椅子拉到前排 让他坐在教室的最前面 你就坐上 还在黑板写字罚他值日一个月 可第二天早上 没想到黑板的字竟然被擦没了 老师很愤怒 觉得一定是黄沫擦的 老师真的不擦擦 谁来告诉我黄沫擦错在哪了 敢做不敢当 不写作业 不爱干将 不会写作文 这时老师没有预料到 全班第一的学霸李简单也举起了手 老师没喊他 继续让其他人起身 不知爱搬机体 李简单仍不放弃 右手仍在高高举起 老师健壮无奈 只好喊他发言 朱老师 黄沫的名字是我擦的 我觉得黄沫他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写了下来 他没做错 还有 独立思想 是我跟他说的 这时老师彻底愤怒了 罚他和黄沫两人一起罚战 两人成了大家眼中的异类 因此会经常在一块喝汽水 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可只因顶撞了老师 两个人也进入了光荣榜 并罚值日一个月 黄沫有些不自信了 这天他在帮班上所有人呈盒饭 可就在这时 老师一下子变了一个人 殷勤地送给他牛奶 并极力劝告黄沫 下课了 学霸李简单很快擦完了黑板 催促黄沫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黄沫却很生气 原来老师之所以给他牛奶 就是为挑拨两人的关系 现在黄沫非常憎恨学霸李简单 觉得是因为他学习好 所以有资格和老师顶嘴 而自己身为学渣一文不值 这天的一次语文考试作文 学霸李简单在作文 痛诉班主任的不好 监考老师看到了 还有作文里的内容 都是在写老师针对他们的过程 我没瞎编 我写的都是事实 是吗 你以为其他老师看到了你的作文 就会对我谴责是吗 我就是觉得因为这件事 您罚我们做之日不对 为公正起见 老师征求学生们的意见 并质问黄沫自己做的对不对 您这么问谁敢吭声 因为再次开口 这下又惹得老师发火 你迟到 接话查 不穿校服也是我的问题是吗 这不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 叫你特殊是吗 我没那么觉得 你就是觉得自己聪明 你就是想划众蛆虫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的小心思 李简单迟疑了一下 又一次说出了真相 你这才刷小心思 老师气冲冲地离开 班长连忙跟上 黄沫回头望了一眼李简单 神色很是复杂 中午他给大家收拾着盒饭 这样的行为 老师也连声称赞 并叫黄沫以后每天都帮大家盛饭 一旁的班长也趁机讨好 以后黄沫的学习 你一定要多多帮助 仅此简短的几句话 老师也是彻底折服了黄沫 而整个班级的矛盾 老师则转移到李简单的身上 李简单也在全班同学中被排挤 在所有人的眼里 他就是一个怪胎 老师为了拆散他与黄沫的友谊 甚至还提议让黄沫当劳动委员 这让黄沫很开心 这是前所未有的荣耀 而李简单已经看透了 所谓劳动委员 就是老师想让黄沫一直打扫卫生罢 至于那个所谓的班长 就是为老师服务的狗腿子 班长很极度李简单比他成绩好 于是有一天 李简单与黄沫正在下象棋时 他趁机向老师告状 老师来到两人跟前 接着直接无视李简单 单独指责黄沫不应该在课间下象棋 这是课间 天天都有人下 你想想 你把时间都放在下棋上成绩能好吗 不必影响我学习 你们看 有些同学就是因为自己学习好 觉得可以影响别人 他学习不好 关我什么事 被最好的朋友孤立 黄沫就呼呼地站了起来 他再也受不了了 老师得逞后得意洋洋地走了 班长跟在后面 黄沫与李简单的关系越来越远 没有人和他一起下象棋了 也不会有人和黄沫一起吃饭 李简单坐在长凳上 觉得白天的话有点过分了 刚思索如何跟黄沫道歉 黄沫就来了 上来丢下一袋饮料 接着匆匆离取 在老师的山洞下 这下两个人谁也不欠谁 彻底决裂了 这天李简单因为上课迟到 老师并未在课堂当众批评 反而则是在下课时 轻描淡写地说出处罚 李简单今天迟到了 罚坐值日一个月 黄沫 你在黑板上写一下 黄沫听话地站到讲台上准备写 李简单连忙阻止了他 黄沫 你真的要下 黄沫 你别理他 正义 现在不是你欺负他的时候啊 猪狼说了 都是你把黄沫带坏了 黄沫 是吗 你真的想和他们一块欺负我是吗 我没想听 你猪狼让我欺负 猪狼让你欺负 猪狼让你买饭盒呢 你觉得你天天买饭盒 别人就瞧瞧瞧你了 该不会写的 我们还是不会写 听到这些话 黄沫彻底愤怒了 李简单立马上前阻止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这时班长故意大声嚷嚷 李简单打人了 所有人这下纷纷站黄沫一边 毕业指责李简单 他不是对手 只能跑出去 一群人追了上去 即使是憨厚的黄沫 也在后面跟了出去 李简单急忙上楼 藏在四楼的一个女厕所 这番急躁的话 又让黄沫暴跳如雷 他手持扫帚向前冲 却不小心推到了李简单 这下老师达成目的 班上的异类没有了 每个人都变得很有秩序 而他们不曾发觉 又有新的异类悄然而至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根据现实生活虚构的故事 在老师眼里 无论是学渣还是学霸 只要与集体不同 就会沦为班上的异类个体 但老师处理方式过于极端苛刻 如果你也在班级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那么你会怎么办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希望大家在看见被孤立的人时 都能伸出援助之手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正义美好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